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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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來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紅樓夢的一點心得 那麼在這麼浩瀚的紅樓夢議題裡面 到底要選什麼樣的題目 才能跟大家比較能夠有所契合 所以我認為也許我們用劉姥姥來開場 會是一個比較恰當的選擇 因為劉姥姥大概就是我們從小長大 對於紅樓夢最熟悉的人物之一 而且她非常有趣 我想我們第一次接觸紅樓夢的時候 大概就是對劉姥姥的耍寶 出陽相 各種搞笑是印象最深刻 但是對於這個人物 我們會不會只留於表面 而且受到限制 我想這個是可能還有更進一步去探索 紅樓夢這麼偉大的藝術內涵 以及曹雪芹對於人性的認識 我想這個是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去開發的 那所以我就擬了這樣一個題目 就是小丑與大母神 那麼對於劉姥姥 我們的印象就是一個小丑 然後曹雪芹給了她三回 將近三回多的時間 讓她去充分演出 那我們對於她的這一種鄉土氣息 然後衝撞了貴族 所爆發出來的效果 當然是印象最深刻 但是我們或許不知道 劉姥姥的這個人物內涵 以及她內在同樣有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 去認識 同時呢 也可能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大智慧的那個部分 卻有所這個疏漏 我想這是我們現代人很可惜的地方 那由於讀紅樓夢真的很容易走馬看花 真的很容易只看到愛情啊 青春啊 好笑啊 等等的這些 我們一般人比較容易感應到的部分 所以我想呢 我就加上了一個大母神 那麼提升劉姥姥的地位 但是這個提升不是來自於主觀的 而是來自於她的內涵 是一直被我們演繹而忽略的地方 那所以呢 我下面會分好幾個這個部分 每一個部分呢大概就是希望 可以把這個劉姥姥更立體 而且更深沉的那個部分 給呈現出來 我認為真的曹雪芹非常偉大 她連塑造一個 這麼樣充滿鄉土氣息的一個 一個鄉野人物 可是都可以蘊含這麼深厚的內涵 然後讓我們也真的感覺到 非常的不可思議 而這個不可思議其實 也是帶給我們現代人更多的省思 連一個目不釋釘的鄉下老太婆 但是她對於人生 對於生活的價值 跟應該要努力追尋的方向 都比我們還要清晰正確的更多 我想這個是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 所得到的很珍貴的寶藏 那麼當然一開始我還是要從 曹雪芹的匠心來切入 就是為什麼我們好像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紅樓夢裡為什麼要有一個劉姥姥 紅樓夢人物很多啊 從清朝就開始進行統計 裡面呢可以辨認的個別的人物 大概就有400多位 那為什麼要有一個劉姥姥 那麼多的人物形形色色 涵蓋各個層面 可是還要有一個這樣的劉姥姥 到底目的何在 那當然要經過研究 我的心得 由於我們今天的時間只有一百分鐘 那麼劉姥姥的內涵 其實講幾堂課大概都不算夠 所以我今天只能用比較簡要的方式 點到重點 那可以給大家感受一下 紅樓夢原來如此博大精深 那麼為什麼要有劉姥姥的答案 就在於第一個 一定要有一個姥姥 那為什麼姓劉 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麼姥姥的一個身份 以及她的這個存在的特質 就是呢 她兼具了親戚的身份 女性的性別 以及高齡的年紀 這三個特質 就是呢 劉姥姥身上 所具備的幾個重要的條件 可是這個條件 不是劉姥姥本身的特質 這幾個條件 是為了讓劉姥姥 能夠順利 進入到甲府內部 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那為什麼呢 我下面就跟大家一一的做一個說明 因為一定要有清晰的身份 否則你怎麼可能進得了 侯門深四海的森爺門禁 那麼賈家是何等人家 他是國公爺的後衣 跟皇室非常密切相關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樣的釋迦貴族其實跟一般的社會大眾 不要說劉姥姥這種鄉土人士了 根本上跟一般的官僚階級 也都有很大的隔閡 所以你如果沒有任何的關係 好就像我們今天說的那個connection 你怎麼可能進得了他們家門 可是進不了賈家的話 他不可能跟賈母 以及跟未來他所要拯救的僑姥發生關聯 那沒有這種關聯 最後最後的這個僑姥兒的流落 也就沒有一個劉姥姥可以來拯救他 好這個我們先劇透一下 劉姥姥的功能 確實為了就是要為賈家敗落之後 流落在外的這位千金 給他一個歸宿的 那如果你沒有前面的鋪墊 怎麼可能會有後面的結果呢 所以前面的鋪墊就要合情合理 可是怎麼樣才能合情合理呢 你當然要有親戚關係啊 賈家才能夠有一扇門 一開始也許不是大門 是一個小門 可是要有門你才能進得去 那小門開了 那麼劉姥姥把握這個機會 最後大門就會為他打開 那這麼一來呢 雙方的互動跟連結就會更加的緊密 那所以這是曹雪芹非常用心良苦 而且合情合理 你一定要合乎邏輯 你不能像別的小說一樣 哎呀我有一個什麼需要 然後就奉獻出一個觀世音菩薩 來幫你解決 這個是知焰哉都批評過的 像什麼西游記啊 可能三國演藝都是這樣 你不能述出偶然性的 那必然性在哪裡 必然性就在人情勢力 一定要合乎這個道理 那所以這個道理就是讓這個劉姥姥 具有一個親戚的身份 然後他才能夠有一線的可能性 來到賈府內部 那就是第六回 這麼重要的一回 我們等一下會說明 為什麼劉姥姥佔據了一個揭開序幕的重責大任 而且給他這麼大的舞台 好這個都是有用意的 那麼在第六回 其實呢正是小說正要開始的時候 前面五回叫做謝子 叫做序 可以說像是我們一般戲劇小說常有的 他只是做一個鋪墊 真正的故事是第六回才開始 可是第六回呢 小說家就讓劉姥姥來切入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榮耀 那為什麼劉姥姥擁有這個榮耀 我們等一下都會給大家做一個解答 那就在第六回 原來他跟他的女婿女兒一起住 所以這我也要提醒大家 跑兩分鐘野馬 原來在清朝 一個寡婦去跟女兒女婿一起住 這並不算奇怪 所以如果我們以為傳統中國 就是很封建很保守很難尊女卑 這恐怕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從劉姥姥的案例 我再去追蹤了一下清代的社會史 後來發現原來清朝啊 一般的社會上沒有我們所以為的 那麼封建保守 其實寡母如果沒有兒子可以依靠的話 她是可以去跟女兒女婿一起住的 而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奇怪的特例 反倒我們可能現代 才稍微有這麼一點進步感 所以我們對於過去 恐怕真的有很多的偏見 那所以劉姥姥呢 跟著女兒女婿一起住 但是那個女婿實在太不成才 結果到了這個年關 家裡實在是過不下去 於是這個女婿就只會跳腳 只會抱怨 根本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劉姥姥看不過去啦 她就提醒這個女婿說 你現在這樣子的坐井觀天 怨天尤人是沒有用的 你該想辦法解決現在的困境 那於是呢 那個女婿就說 你只會說我呀 你要不要提出一點這個建議呀 那劉姥姥說 我就幫你想出一個機會 你們當初呢 跟精靈的王家是連過鐘的 那精靈的王家就是所謂的 賈史王薛四大家族 那麼這個王家 因為他們家的兩代女眷 一個是王夫人 一個是王熙鳳 他們都呢 跟這個賈家親上家親 都嫁到賈家來 那既然如此 現在就是你們的機會 你就到賈家去 好去找那個過去跟你們連過鐘的 這個王家的當家者 王夫人 那這麼一來呢 也許我們就可以找到希望 而且他說 想當初我和女兒 還去過王家一趟 所以顯然是有這個過去的興奮 那現在有這麼樣一個可能性 我們何不把握呢 於是呢 你就去走動走動 那如果人家念舊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一點好處了 那這個關鍵點 我們下一周 會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總之 於是呢 我們就看到 劉姥姥打開了一個門縫 那這個門縫 能不能真的敞開 那也要看你的本事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還沒有到賈家之前 我們剛剛提到 劉姥姥這樣的一個身份 之所以能夠讓她 創造出這樣一個起死回生 去找到門路的機會 還有第二個條件 就是一定要高您的年紀 那這一點就是我們現代人 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的 原因是 傳統中國呢 當然是一個男女有別 那男外女內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區隔 那所以呢 你要找機會 你要突破困境 你得走出大門 可是外面的世界 是有性別隔閡的 所以年輕女孩子 是不能出大門的 好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找一個 適當的人選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劉姥姥就講得非常清楚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智慧 有經驗 而且是全盤在思考的一個人物 她就對她的女婿王狗而說 你又是個男人 又這樣個嘴臉 自然去不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幾句的問題 這幾句問題是 你是個男人為什麼去不得 男人為什麼去不得 各位要不要想想看 好 這裡面是有道理的 然後又這麼樣個嘴臉 就是表示你非常寒酸啊 尚不得台盤啊 你要到那個貴族私家去 你這個樣子 可能是穿著草鞋 或者是打補丁的褲子 那這個是絕對不能去的 所以呢 就去不得 那麼為什麼是個男人 就去不得 各位想一想我就不多說 讓大家動動腦筋 可是啊 另外一個可以 是個機會的人物呢 她又有她性別的限制 就是我們姑娘 也就是劉姥姥的女兒 她是個年輕媳婦 年輕的女性 在外是有風險的 而且呢 對外面的人來說 一個年輕女性在外面走動 這其實就是 逾越了性別奋激的 那加上她年輕 可能外面有一些流民 狂話浪蝶 那這些都是對她造成威脅的一個 不友善的空間 所以我們年輕媳婦子 也是劉姥姥的女兒 當然也去不得 不可以賣頭賣腳 也就是不可以拋頭露面 這個是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一個性別觀念 那所以最後怎麼辦呢 用刪除法以後 只剩下一個 她是可以出得了大門 然後迎向一個外在廣大的空間 尋找出路的 那個就是劉姥姥 所以她可以捨著我這副老臉去碰一碰 那各位注意一下這個老字就非常重要 因為她上了年紀 她已經不再是一個年輕的 可能會受到誘惑甚至侵害的 那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老年 反而讓她破除了性別的局限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年紀大的女性 在傳統中國的社會裡 她反而就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 所以她才能夠去碰一碰 所以這就是劉姥姥為什麼要出馬的原因 所以高齡的年紀對於女性而言 她反而獲得了解脫 然後她可以走出門檻 然後邁出大門 於是就有一個廣大的空間 可以讓她去探索 讓她去開拓 這個是一個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 那再來呢 女性的性別還是必須的 男人還是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見到王夫人 那不是一般男人可以碰面的 古代男外女內 這個我們都是知道的 所以你要去找王夫人 尋找一個救濟的機會 你一定要是女性的身份才可以 這個等一下我會做更多的說明 所以呢下面我們就請各位看看 這樣的一個算是一個生活實路 把當時王府的生活 這個王府當然是 我們稍微擴大一點來運用 那金濟水先生呢 他是一個從小在鐵帽子王府裡面長大的 所以他還能夠很第一手的見證 到底這種世家貴族是怎麼樣生活的 那各位注意一下他姓金喔 非常有趣喔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這比較好玩 他為什麼姓金各位知道嗎 因為呢 清朝終結以後進入到民國 那他們原來的那些滿族的姓 蒙古族的姓氏 都要改成漢姓 那這個金字呢就是來自於愛心絕羅 所以愛心絕羅這種皇族龍血的後裔 那他們就是改姓金 那其實我們現在台灣還有姓金的 不是所有的姓金以前都叫愛心絕羅 但是有些姓金的 他真的是滿族貴族的後裔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藉此了解一下 那所以金濟水呢他後來透過口述歷史 把他當時的這個生活實況就做了一個紀錄 非常的珍貴 其中有太多跟紅蘿夢是非常非常雷同的 可想而知這有一個階級的共同性 那麼就在這本書裡面就提到 王府呢是處處講求禮法 所以在官房院內 除了王府成員以及小蘇拉 小蘇拉其實就是那些小小絲 之外 你根本見不著男人的影子的 出出近近就只有太監 那紅蘿夢裡面當然沒有寫到太監 不過你大概可以知道他們的性別 是非常非常森嚴的一個隔絕 所以呢 當然在過年過生日的時候會有至親 就是血緣或關係非常親近的人 他們會來拜賀 可是問題是呢最多也只能到殿堂 就是外面的一個公共空間 那麼後面的女眷生活區 它是絕對禁足的 那所以呢連生日的時候 也不能夠直接到臥室裡面去慶生 這是絕不可能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所以呢只有醫生 當時呢他們一律叫做先生 是可以進入到臥房 因為女眷萬一病很重 她也是只能在臥房等著看診 但是那個過程呢也是層層觀訪 那要放帳慢 然後要什麼不能讓醫生見到女眷的臉的 這個紅樓夢裡面都有很詳細的描寫 那各位如果對紅樓夢真的願意再多讀的話 好幾次的連賈母看病 請可親看病等等 其實都完全符合這裡的一個描述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那你怎麼樣能夠跟賈府的內眷 能夠發生直接的接觸 你當然要有女性的身份 才能夠破除這個性別的隔閡 所以呢各位請注意一下喔 在傳統中國的這一種大家族的生活常態裡 確實只有外來的人 只有女性 才能夠真正進入到內院裡面 而跟他們發生互動 那那些人呢最常見的就是三姑六婆 我們叫做三姑六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女眷我們剛剛提到過 她會生病 會生產 那就要產婆對不對 然後有宗教信仰 有各方面 所以其實呢 只有這些特殊的身份的女性 是可以深入到這個世家的內庭裡面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當然很容易發生問題啊 那些三姑六婆都是非常巧口利言 而且心機複雜 然後呢 穿門踏戶 在很多家裡面穿梭 萬一 萬一它是帶有目的 或有帶有壞的這個企圖的話 確實古代真的就發生 誘拐閨女的事件發生 那是身敗名裂喔 是非常嚴重的後果 所以呢有事之事 有一些士大夫他們的家訓裡面 也會特別提醒說我們的家訓 就是呢要禁止三姑六婆進來 要不然後果會非常嚴重 那我就挑了這個明朝的一部 這個停書評說喔 裡面的一段話來作為代表 它裡面就特別說啊 我們如果要保有我們家眷的清白 其實是應該要禁止六婆 這個禁出的 所以裡面就有提到禮 你看禮又出來了 禮教是要別嫌疑 不能有男女的這個糾葛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嚴守門禁 那如果呢 門禁是受到這個嚴厲的把關的話 它還是發現會有漏洞 因為呢門禁可以禁男子之往來 這個我們都知道 可是不能禁婦人之出入喔 所以三姑六婆是不是就可以 進進出出 他們甚至知道很多閨女的秘密喔 因為深歸大院裡面是 生活是非常的寂寞的 欸有外面的人來 聽聽他們講的笑話 或者是談談自己的心理話 這個都是很可能的人情之常 但問題是 聽的人如果別有用心 那後果會非常嚴重 所以呢他們就會特別說喔 你看看婦人之中 可以禁得了我們的深歸內院 但是呢他其中的這些六婆 身份很低啦 非常卑微 但是呢危害會很大 就是因為他登堂入室 所以下面我就不再一一的念了啦 所以他下面就說啊 你一定要俊往來之防 要非常嚴峻 像防止疫情一樣的 不可以有任何的疏漏 所以他們對於三姑六婆的態度 是會到這樣的一個情況的 只是說 在這裡我引述這個的目的有兩個 第一個是 我們會發現很奇怪 紅樓夢裡面呢 三姑六婆的蹤跡 並不是那麼的絕跡的 所以像幾個馬道婆有沒有 或者是像什麼水月庵的 那些老尼姑都是可以進來的 所以這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現象 各位可以參考 那麼第二個我是要用來說明 因此劉姥姥能夠進得了大觀園 直接跟賈母王夫人等人 有這麼密切這麼歡樂的互動 就是因為他簡直扮演了三姑六婆的角色 他是另類的也可以說是昇華的 進化的一個三姑六婆 那他發揮這個娛樂的功能 可是他又心非常的純正 他是以答謝的心 把他所能夠唯一擁有的鄉野氣息 貢獻給賈家 賈家什麼都有缺的就是鄉土 所以他們是在一種互動之中 把彼此為擁有的送給對方 那這個我們下一周會特別來談這一點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 紅樓墨斯在告訴我們 無論你在任何一個階級 你都可以做非常好的人 那這個是我們下個禮拜可以再多說 好 於是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下面可能要講快一點 就是那有趣的是 好啊 我們的劉姥姥 她具備了幾個可以合理進入到 賈府內部跟這些女眷們 發生直接關聯的這個身份 而因此非常合情合理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劉姥姥 會擁有這樣的殊榮 在小說一開始的時候 就由她來揭開序幕 為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喔 真的 因為呢 前五回是一個蟹子 她固然交代了很多重要人物的出場 但是呢 具體的故事都還沒有開展 何況還有一些重要的人物還沒有上場 比如說史香雲還沒有上場 對不對 十二金菜就有好幾個 我們根本都沒有看到 秦文也沒上場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照理來說 第六回 其實是一個更可以好好的 就既有的或重要的人物 跟去世主軸 去發揮的一個關鍵時間 可是小說不是耶 小說家是當第六回 就直接從一個什麼千里之外 戒鬥之危的小小人家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劉姥姥 然後呢 那麼樣子的滑稽 吐氣可笑的人 然後呢 讓她搖搖的來到賈家去求助 那那麼的卑微的一個姿態 那麼好笑的一個形象 這是為什麼 那這個問題呢 我印象中 我們現代的讀者好像從來沒有意識到 也從來沒有再不一處有疑 可是古人很聰明啊 總有一些古人 他們意識到重點所在 那這裡就是一個 清末的評典家張新枝 他自己的號叫做太平閒人 於是呢 在他的這部《紅夢讀法》裡面呢 就提出他的疑問 我覺得這個疑問是要問得太好了 他說 閒人 就是他自己 出讀石頭記 見到寫一個劉姥姥 以為只是他插顆打混 如戲中之醜角 就是小丑而已 那讓這個全書不會那麼的寂寞 我們以為 劉姥姥的功能就是這樣 就是來當一個小丑 然後搞笑給大家看 讓這個故事呢 比較活潑熱鬧一點而已 我們大概就是這麼粗淺的來看待他 但是呢 當然不是 用意深沉博大 只是我們讀者淺嘗而因此忽略 那尤其這個張新枝 他的疑惑在哪裡呢 這是更值得我們去思考 他說 書方第六回 這是才第六回耶 是整個故事正在開幕的時刻 要緊人物 未見者正多 而且喔 第五回喔 才剛剛發生寶玉出世云語情 對不對 這是我們現在讀者最感興趣的地方 對不對 就在那裡做很多的發揮 對不對 那照理來講 如果你要從實色性也 人性最 意淫的這個部分 去看這部小說的話 那緊接著第五回 寶玉在出世云語的之後 你照理來說 不是應該 放口彈琴 對吧 去延續一個 大家都很看重的一個層次 那照理來說 我們從我們的看法 會覺得第六回應該是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可是小說家不是 他居然是重盾特提 必在此人 為什麼他這麼大的筆墨 濃墨重彩的 要去渲染一個 根本我們覺得是一個小小的 而且呢是一個非常遥遠的 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而且呢又原原本本 續親續足 立即束帶 好奇怪啊 交代這個小人物 還要把他的祖宗八代 通通的交代得清清楚楚 花那麼多的篇幅 我相信我們的讀者喔 包含各位同學 包含前幾次讀紅龍夢的我 我們大概都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那段其實是跳過去的 好 因為 啰哩啰嗦 然後呢 這個跟那個又連中 又一堆人物根本不重要 以後也不會再出現 我們看這麼多這些好瑣碎 不重要的東西 對於讀者來講 恐怕真的會很自動的就跳過去的喔 那 閒人 也就是 張星之 他也有這樣的疑問 所以我們 欸就開始進入到一個更深的 一個閱讀層次了 就是你不只是跳過去而已 你還要發出疑問 好 所以嬰兒 已轉勝 越想就越奇怪 到底為什麼 好 那 問的好的問題 不一定會有好的答案 因為好的答案還是要靠學問 那麼 我認為張星之所給予我們的這個答案 欸當然很正確 不過還是太粗淺 他正確在哪裡呢 請看一下喔 他說啊 因為劉姥姥是一個淳坤 乾坤乾坤對應於男女 那麼劉姥姥是一個寡婦 所以叫淳坤 好 因為他是沒有丈夫 他認為呢 他用陰陽五行啦 他就是喜歡用這一套來 套在這個紅樓夢的情節發展上 所以有的時候有點穿著附會喔 那在這裡 也沒有講錯 他說一個淳坤呢 欸如果用這個陰陽的道理來說 老陰會生少陽 那少陽指的就是僑姐 他是最新的一代 是年輕的女性 是未來新生代的那個力量 那所以老陰生少陽 他是要註定 最後要去救僑姐的 那這個答案沒有錯 完全正確 可是我們還是要問一個問題啊 這裡你還是沒有解答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拯救僑姐的一個人 你也要讓他在開端的時候就出現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就找到了另外一個 非常精彩的 清朝評點家的說法 這個人是王熙蓮 我找到他有一個更精道的一個說法 他說 劉姥姥為歸結僑姐之人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註定要拯救僑姐 可是啊這個人物的出現的方式很特別 其人在若有若無之間 那若有若無的意思就是說 欸這個人真的很有趣 各位想想看 第六回出現第一次之後呢 我們幾乎已經把他忘掉了 然後等到第39回的時候 他才又突然冒出來 對不對 然後作者就突然給他三回多的篇幅 去淋漓盡致的發揮 可是呢等他回去之後 一直到前80回結束 這個人就無影無蹤 又不見了 然後我們又忘掉他了 那因為後40回 我個人還是認為 不是曹雪芹的手筆 那從結構上來說 現在的後40回 對於劉姥姥的這個安排 我認為有一些是符合前面80回的預告 可是有一些呢是違反的 好我等一下會講給大家聽 那無論如何 從整體的結構來看呢 有他出現的時候 我們作者就特別給他很大的筆墨 可是他一消失之後呢 這個人好像又不復存在 所以這個是若有若無很精彩的說出 劉姥姥她的一個在小說中的 這個結構上面的一個形式 那下面當然她就做出解釋 她覺得呢 就像第一回前 作者的開宗名義 她說她是要假托村岩 好第一回也有提到 那她認為這是作者自己的夫子自道 她自己呢很說明 她的這部小說呢 是要由這個鄉野的流傳 而達到一個傳播的功能 那既然叫假托村岩 就要有一個村譽啊 對不對 那賈家的故事完結以後 那由誰來代替他們 把後續的故事說下去 或者是把前面發生過的繁華煙雲 能夠不斷的重塑呢 那當然你要有親自參與過的人 有第一手的資料 也有第一線的感情 她才能夠把賈家的故事 不斷的複數下去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村譽 欸這個解釋非常有趣 所以要有一個村譽貫穿其中 因此呢王希人就認為 難怪了這部小說 要發端結局 皆用此人 所以要由她來揭開序幕 因為她將來就是要負責收尾 而且在收尾之後 她還要負責把賈家的故事 繼續重塑的 那所以要由她 從頭到尾參與其中 我覺得這個說法 欸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喔 那就借這個機會 來給大家參考 不過呢我覺得 我們還可以在這裡 多增加一個補充 那就是我們把 需要一個姥姥的用意 合情合理的 找到了這些解釋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來問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她要姓劉呢 百家姓那麼多 林姥姥 李姥姥 對不對 各種姓氏 都是可以運用的 但是呢 這是我們一般人的想法 一個偉大的小說家 他會善用虚構的特權 在虚構的特權之下呢 他筆下人物的姓名 當然就可以寄託很多的 影域跟象徵 那偉大的小說家 絕對不會放棄這個特權 所以劉姥姥之所以要姓劉 就是因為曹雪芹 這個匠心所忌喔 他要把這個姥姥留下來 當作是最後收拾上後的 一位大母神 所以他要留到最後 那所以諧音這個劉 各位就可以領略其中的 優微的精妙的深意 那把這一點點出來的人 還是王熙蓮 所以這個人真的是很有意思 他說啊 他為什麼要叫做劉姥姥呢 他說就好像是說 家運衰落 平日是愛子交妻 美碧歌童 以及親朋族黨 募兵鳴客 蠻客豪奴賢脯 無不風流雲散 那真是落了片 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那這個時候 為聖者老玉 來收拾殘其敗局 那當然 回首虔誠 那是滄海桑田 那再回首精華煙雲 言之者是鼻酸啊 而聽的人 當然也感到萬分感慨 這就是我們現在讀 紅樓夢的心情 悲涼之物 處處會觸動我們的一陣心酸 那於是呢 到時候言之鼻酸的人 當然是劉姥姥 而且呢 他還要負責收拾殘其敗局 拯救喬姐兒 給他一個歸宿 所以他之所以會姓劉 還有這樣一個巧妙的一個寄託 這也是我們在從小讀劉姥姥的過程中 可能都忽略掉的 所以好可惜啊 有的時候我們讀偉大的經典 會買讀還珠 所以這是我們自己呢 要意識到的遺憾 要努力去補足 那下面呢 我們就進入到另外一個小單元 那就是 為什麼劉姥姥有這個能力 把一道門縫打開 然後呢登堂入室 然後呢跟賈家建立這麼密切的關係 這裡面當然要有性格特質 那如果你就是一個很平凡的 整天打如意算盤的 只想占人家便宜的 然後抓住機會 就非常鑽贏的 我想這樣的人也沒有資格 來擔當這麼一個重責大任 去拯救喬姐 那種人大概事態炎良 等到賈家敗落了之後呢 也不會雪中送炭 對不對 所以也不會有這樣一個劉姥姥的形象出現 所以呢下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他若有若無之間出現的過程中 其實超血型已經賦予他非常立體的多層面的 也因此他足以擔當這樣一個補天大任的一個人物的性格條件 那這個都是我們現代人很嚴重忽略掉的 劉姥姥絕對不是只會搞笑 那尤其是你的耍寶如果不適合環境 不適合對象的需要 那只會適得其反 人家只會覺得你很輕跳 你實在是很白目 你實在是很無聊 大概只會這樣 那那個是反效果的 所以絕對不會讓我們看到的 假家其實非常喜歡劉姥姥來 那劉姥姥也盡其所能 貢獻她之所有 那也就不會結成這麼一個讓人感動的善緣 所以個性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他的外在條件 比如說他必須是女性 他必須上的年紀才能走出大門 可是他也必須是女性 所以才能進入到假家的內部 那這個都是合情合理的 可是都是外在的條件 那為什麼他能夠在進入假家大門之後 有這麼好的發揮 然後建立這麼深厚的美好的緣分 那跟他的性格特質是有關係的 那首先當然我覺得有一點 我們是絕對不能忽略 劉姥姥絕對不土質 一個如果只是一個憨直的鄉下老太婆 不可能會有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番光景 各位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他真的就是一個鄉下老太婆 沒見過世面 你想想看 單單進假家的大門嚇都嚇死了對不對 他第六回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進到王熙鳳的側邊鄉房的時候 突然一聲裸響有沒有 他不是嚇一跳 他根本不知道 還有一個所謂的夕陽來的致命中 暴食的時候會發出震耳欲聾 你都嚇死了 然後進到人家的房間 金碧輝煌眼花撩亂 走路都迷路 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般的老人家 他遇到這種場景 早就已經退却 然後一塌糊塗 可是劉姥姥不是 他居然在很快的時間裡就可以適應 不但適應而且如魚得水 這個人物絕不簡單 絕不簡單 因此我看過有那個洪學家 偶然點到我非常贊同 他們在揣測 因為這只能揣測 小說文本你完全沒有提到 但是我們從他的表現來看 你應該可以合理的揣測 劉姥姥絕對不是一輩子到七八十歲 來到賈家然後才建了這一個大市面的 他恐怕以前是在都市中生活過的 都市 因為都市人際關係複雜 然後互動也更加頻繁 所以你才有更多的機會去鍛鍊 怎麼樣應對進退 怎麼樣取捨這個變化 這個恐怕不是存鄉下所能夠造就的 我想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思考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常說 哎呀年輕人應該到國外去見見大市面 看看巴黎看看紐約看看什麼之類 其實這是有道理的 那劉姥姥恐怕以前 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歷練過的 那只是後來因為年紀大了 要養老要安頓 所以去依靠這個女兒女婿等等 我想這一點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那也因此劉姥姥這個人很有意思 他事實上是見多是光 所以當他被那個自鳴中 如雷一般的聲響給嚇到以後呢 驚魂否定 可是他立刻就開始去設想 他聽說過大戶人家有什麼有什麼 這可能就是什麼什麼 你可以注意到 他真的是不斷在留意身邊各式各樣的資訊 跟知識的 所以他可以運用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封閉在自己的小世界裡面 當個井底之蛙的 所以他才有能力去應付一個 他從來沒有見過的世面 假家繁文入竭他真的沒有經歷過 可是他可以立刻適應跟掌握 而且迅速融入 這都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 要是我大概就不用三秒鐘就敗下陣來 所以劉姥姥的深不可測 其實是在你沒有看到的地方 但是只要我們願意從人性去思考 你其實可以推測 他過去的成長經驗大約如何 可是這個大約如何 因為沒有具體的描述 所以我們也不敢附會 但是呢你確實可以從他現場的種種呈現 看到他的具體的人格特質 所以第一個人格特質呢 就如同知焰哉的批語 那知焰哉各位知道是對曹也芹非常了解的 應該是他們的家族成員 所以有共同的生活背景 同一個階級出身 所以他非常知道 每一段到底真正所要表達的含義是什麼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知焰哉的很多批語 跟我們現在大部分讀者讀到的感覺是相反的 也就是說 當我們覺得《紅樓夢》是在反封建反禮教 追求婚姻自由 愛情戀愛的自由 我們現在人都以為是這樣 其實剛好相反 那知焰哉的一個看法 我發現大部分九成以上 都跟我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 所以這個人我想他滿有意思的 你可以看看他怎麼談《紅樓夢》的人事物 我覺得會幫助我們更接近《紅樓夢》 那你看看這個知焰哉 對於第六回 劉姥姥剛剛來到賈府 他有一個街頭的人物 就是以前他們說過連過鐘的王家的人 那現在跟著王夫人過來的陪房 就是那個周瑞 那周瑞的妻子當然是女性 才能跟劉姥姥互相接觸 然後當然周瑞家的 家的的意思就是家裡的太太的意思 是一個用我們今天的文法概念來講 有一點像所有的代名詞 那這個周瑞家的是女眷 所以才能夠接待劉姥姥 然後他就問劉姥姥說 你是路過呢還是特別來的 你要知道這都是有經驗的人 懂得人情事故的人會問的 因為不同的動機會有不同的目的 所以要問清楚才決定我要怎麼接待你 劉姥姥就說是特別來瞧瞧嫂子你 其實不是 但是話要這麼說 因為你是對方的一個尊重 我是要來瞧瞧你 二者也請請姑太太的安 那若可以呢 就領我見一見更好 那若不能呢 當然就只好借重嫂子你 幫我這個轉達意思 其實這個話講得非常非常的圓融 但是聽得懂人人就一目了然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有所求助 所以才會要去問那個姑太太的安 所以周瑞家的太熟悉了 因為這麼大的家族 各種窮親戚都有的 所以他立刻就懂劉姥姥的意思 好所以下面才跟他說 現在已經不是那個王夫人在主持家政 所以你這次來一定要見的 反倒是王熙鳳 所以呢就在這一個 兩個人的對話之後呢 知焰在就有一個批語 他說劉姥姥 是善於全變應酬 所以劉姥姥其實是很有心機的 他很懂得怎麼樣講應酬話 各位想想看 他首先是說我是特來瞧瞧嫂子你對不對 其實這是謊話 但是呢謊話不一定就不好 因為有的時候人跟人之間 真的還是要必須有這樣的一個潤滑 那只要當事人知道 對方也是出於好意 這樣就夠了 所以呢他本來不是特來瞧瞧嫂子的 但是呢我現在遇到你 你是我的領路人 我當然要表達我對你的一種重視 那後面呢真正的目的 再補數就可以 明眼人一眼就懂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人家講話真的是 不是很直白的 那這有他們的優點 只要在那個環境裡 你其實會感受到 這其實讓人跟人之間有一個緩衝 有一個潤滑 其實呢不會那麼一樣的直接碰撞 對人來講其實反而是一種優美 那這是我們下個禮拜的時候再說 好 那麼劉姥姥的第一個很重要的性格特質 就是善於全變應酬 如果沒有這一點 你大概也很難找到一個出路 尤其是假家這麼一個雄厚的一個對象 那所以呢我就很感慨啦 我們常常覺得哎呀應酬是不好 我們覺得全變不好 比如說就很懂得運用心機手腕 我們大概一聽到這些詞 就是覺得是負面的 但是或許可能不只是這樣 大部分可能是 可是有的時候不是 有的時候如果是說 你是出於良善的動機 你的方式也沒有傷害到別人 反而呢能夠促進彼此的一種和諧 那這一種全變跟應酬 會不會其實是一種文明呢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們是開放性的 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 可是下一周 我希望就這個問題來多做一點 也許我們可以有更多思考的地方 任何事情都沒有絕對的對錯 其實常常都是運用之妙 稱呼一心 那它到底是好是壞 其實也是解鈴還需細鈴人 你這個人如果是善良的 是正直的 是堅強的 那麼你就算全變應酬又有什麼關係 它只是讓你更堅強 更能承擔 如果是這樣 善於全變應酬有什麼不好 那後面我們就可以看到劉姥姥 真的還有其他非常正面的性格特質 以至於她的善於全變應酬沒有流於政客 沒有流於自私自利 那才會有我們今天覺得很可愛的一個劉姥姥 那我們下面就往下看 那請各位看一下 第39回劉姥姥二進榮國府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她為什麼會進到榮國府來 我們等一下會做補充 那這裡面就提到劉姥姥的第二個很重要的人格特質 這其實百分之百是一個優點 她說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 卻生來的有些見識 這有趣咯 什麼叫生來會有見識 哪一個小baby會有見識 對吧 所以什麼叫做生來的有些見識呢 這話其實會有感覺會有點語病 然而沒有語病 我們還是要研究 那麼簡單說來 曹月芹很特別 她小說裡面只要講到生來怎麼樣的時候 這是曹月芹的一個常用詞 她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人有一種天賦的特質的意思 那天賦的特質不是說她一出生就知道一些見識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劉姥姥與生俱來有一種天賦 就是呢她喜歡增長見識 這個就是天賦對吧 有的人就是很好奇啊 什麼都看什麼都問什麼都想 那有的小孩子就無所謂 她玩膩了就丟掉了 那玩過什麼她可能以後也不記得 那這就是跟天賦的人格特質有關 所以這句話是告訴我們說 劉姥姥會長成這樣 原來也有天生的秉婦在裡面 那這個是曹月芹認識的很清楚的 真的每一個人的天賦特質就不一樣 人家林黛玉就是多愁善感 那沒辦法睡流了 曹月芹就給她一個環類的宿命 不然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她天天要自尋煩惱 一定要哭一陣子 今天才做完的這件事情 才可以去睡覺 這是《紅樓夢》裡面的說法 那這太奇怪了 她明明生活非常的優渥 非常的順當 為什麼她會這樣 那沒辦法啦 你只能訴諸天賦嘛 那所以曹月芹給她一個環類的宿命 這是一個我們該認識到 後攝神話的安排 那這是給大家注意一下 那人家賈寶玉就是正邪兩副啊 那誰誰誰就是怎麼樣啊 這有些東西確實是 沒有辦法用理性去解釋 你只能說 那是一個造物主的巧思 跟奧妙的安排 她就是要給你這樣一個 獨特的性格方向 那她給劉姥姥的 是一個美妙的禮物 就是我讓你 與生俱來 就對這個世界 不但好奇 想要去認識 而且願意動腦筋去想 這個我們後面會看到喔 所以這是劉姥姥 與眾不同 真的啊 真的就沒辦法了 上天特別厚愛她 那另外呢 加上後天的努力 請看 況且年紀老了 事情上經歷過的 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擁有的一生 那這一生裡 你是不是好好的 去增加你的見聞 你的經歷 然後呢 好好的在這個經歷裡面 去獲得內在的成長 然後更深更廣的了解這個世界 那這就是你要不要 好好把握的問題了 那劉姥姥是善於把握的 於是呢 她事情上經歷過的 於是呢 這就造就了一個 我們今天看到 如此卓越的一個劉姥姥 好 那當然她看到 啊 家母好高興喔 沒有見過這種 鄉野的老太太 講話這麼的有趣 然後加上這些哥兒姐兒們 也都很愛聽 欸 他們真的從來沒聽過這些話呀 然後呢 所以呢 既然你喜歡 我就投你所哈 所以呢 反正她最不缺的就是鄉野奇壇 對不對 她就來自鄉間 所以便沒了說的 也編出些話來講 所以有沒有發現 劉姥姥很會全變應酬吧 好 所以她也懂得投其所好喔 她也會見風轉舵喔 然後呢 她也會訴諸你的需求 這個都 我不是我們一般人 很容易能夠做得這麼好的 好 那當然這要有條件 就是 她生來的有些見識 而且呢 她的生活中 處處都在學習 這個就是我覺得很正面 可以跟大家思考的 所以我就下了一個標題 就是她善於學習 欸 這一點很有趣喔 我就是很後來 意識到原來在 劉姥姥逛大觀園的過程中 超雪芹 超雪芹 也特別讓她展現出她善於學習的那一面 而是在一個非常小的 藏著魔鬼的細節裡面出現的 就在這一段 她說啊 那一群人逛大觀園 那這個時候呢 剛好逛到了蕭香館 那蕭香館是小而美 小而精緻 所以坐了一會兒之後呢 賈母就說 這裡太窄了 我們就換別的地方吧 這時候劉姥姥就講了一番話 她說 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 那昨日呢 她是先去參觀賈母住的那個正房 她說果然啊 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 果然威武 統統都是大字 因為這樣才會有一種氣勢 那其中呢 櫃子啊 就比我們那一間房子還大還高 天啊 所以你就知道賈家那個是宏偉 是超過我們想像的喔 可是呢 劉姥姥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我相信在座同學們 這一段就算讀三十幾遍 也不會意識到這一段情節的 真的 因為實在是太有趣了 可是 太不找痕跡 怎麼不找痕跡呢 你看下面我打 標示紅字的部分喔 她說 怪到後院子裡有個梯子 喔 原來她心裡面存著一個疑惑 怎麼賈母後院會有個梯子呢 放在那個梯子幹什麼 那她一路逛的時候呢 其實看在眼裡喔 疑問放在心裡喔 這個人多有趣 我們可能連注意都沒注意對不對 你看 所以我們永遠不能當柯南 不能當福爾摩斯 人家都在很小的地方就發現蹤跡 我們只是大如鵝毛都視而不見 對不對喔 所以劉姥姥是可以當這種人的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個鄉下婆子喔 然後呢 她又想 注意喔 她不但用眼睛看 我們經常是能讀能寫的文盲 我的研究室門口寫著 教師修行 研究室非請誤入 可是大家都是不請而入 反正我又不知道怎麼辦了 所以真的是能讀能寫的文盲啊 劉姥姥不是 她是能讀能寫 但是呢又懂得用同 不不她是能看能想的一個文盲 所以這是我們要覺得慚愧的 她不但看到了 而且她還想 她就想說 我又你們又不上那個房子 房子到屋頂上去塞東西 那你們預備著梯子幹什麼呢 雖然櫃子很高啊 可是你不是要去頂樓塞東西啊 於是她就後來想起來了 原來這個人一直在琢磨這個疑問 然後自己找到了答案 她說哎呀一定是開頂櫃 因為那個櫃子 不是比他們家的房間還大嗎 那上面的部分 你如果沒有一個墊角的 你根本就拿不到東西啊 所以呢一定是為了開頂櫃收放東西 來作為工具使用的 那如果離了那個梯子 你就上不去嘛 這是非常合理的推測 所以各位從這一段很小的很細的情節 我想就是要提醒我們喔 劉姥姥這個人真不簡單 她真的是用眼睛去觀察 而且呢她還會用腦子去思考判斷 而這個是我們一般人幾乎都不具備的 我們放棄我們讀書所帶給我們的 其實是更好的一種能力 然後呢反而退化 而這個鄉下老太太 卻居然把它發展到極致 這叫做生來的有些見識 所以這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然後另外呢再回到第六回 劉姥姥第一次進榮國府的時候講過一段話 那段話也是我這兩年才特別感到印象深刻的 所以你看我們讀書真的很可能有一種 來自於人性本能的普遍的一種疏漏 那我看到什麼東西呢 你看一下她對女婿亡狗兒說啊 我們去到人家家裡面求助 其實就是跟人家要錢嘛 對吧 人家憑什麼就要幫助你 非親非故有辣 那個親故是老早的一段隱微的姻緣啊 那那個姻緣呢那麼薄弱 而且很久都又沒有來往了 人家為什麼要幫助你 所以劉姥姥這個人很成熟喔 各位也要學到這一點喔 我覺得我們很多人都很不成熟 都覺得說別人都應該要幫助我們 可是最奇怪的別人為什麼要幫助你 這是我們現在很多人都忘掉的一點 然後呢遇到什麼事老師該幫我 欸 別人該幫我 為什麼 你又不是一個不會走路的小孩 你不是應該自己先努力嗎 對不對 可是你看劉姥姥就跟我們不一樣 他非常成熟 非常健全 他居然說喔 我們去請人家幫忙 你要先有一個心理準備 人家是可以不幫你的 對吧 那是他的權利啊 你要尊重人家的權利 那當人家不幫你的時候 你也不可以怨對 這是多麼寬廣的一個心胸 而且他也做好了準備 就是我會失敗而返 那失敗而返的後果很嚴重喔 各位要知道喔 他們家是年關過不下去 全家要餓死的 所以他的女婿才會那麼暴躁 但是遇到這麼大的難關 他還是設想到他會失敗而返 那失敗而返面對舉家的這個哀餓 可能過不了年 他居然還可以坦然接受 多麼成熟的一個人 所以這是我們該學的 那你看看他怎麼跟女婿講 他說啊 果然有些好處 那大家都有意義 對 我們全家就得救了 可是如果沒銀子來 注意喔 人家做好了準備喔 人家沒有義務幫忙你喔 你要接受人家 尊重人家不幫你的權利喔 這是我們現代人 很少有的健全的心理 然後呢 更重要的是 劉姥姥不但成熟健全 而且她懂得去創造價值跟意義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們就失敗而返 我能夠坦然接受 全家餓死的命運 不怨天尤人 這已經是多麼難得了 可是劉姥姥還不僅止於此喔 這個人真是了不起 我都望成莫及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慚愧 這個人做到的 我真的做不到十分之一 請看他居然還去創造一個價值出來 他說 就算沒銀子來 我也到那公府喉門見一見世面 也不枉我一生 不枉一生耶 各位要不要想一想 你回想你這一生 沒關係 各位二十歲 我們不管多少歲 數十歲 回想這一生 你覺得讓你不枉來這一趟的事物是什麼 經驗是什麼 好像也不多欸 對吧 各位認真去想這個問題 那可是也不多的那個 你覺得值得來這一生 感受這些壓力 承受這些痛苦 然後還是覺得願意來這人先一趟的 那些人事物 有沒有包含劉姥姥所說的呢 劉姥姥說的是 到那公府喉門見一見世面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人這樣想 我們從來不知道原來人活著 見世面是最重要的 是不需此生的 我們去看看原來有那樣的活著 我們去看看有這麼優美 這麼壯大的文明存在著 原來人類可以活成那樣 你看他認為這是 賈家可以帶給他的 反而比銀子更重要的東西 對吧 你只是得到銀子 銀子會幫助你解決生活難關 可是它不能讓你的心昇華 不能讓你的眼界打開 所以多麼了不起的一位老人家 所以他告訴我們 人活著有比現實生活 有比這個溫飽更重要的東西 比起會餓死 你去見一見世面 他都覺得值得了 這一輩子都值得 你想想看 假家的文明 作為貴族 真的是我們一般讀者 所以為的 曹雪芹要反封建反禮教嗎 反貴族嗎 預告貴族必亡的歷史規律嗎 我想這恐怕是我們現代人所投射的 你單單從這一段就該知道 曹雪芹根本認為 公侯富貴之家所凝聚 所體現 所創造呈現出來的 那一個精緻的文明 是值得你一輩子的 即便只看一眼 所以曹雪芹的這個創作宗旨 很可能我們得要重新評估 他不但不是在說封建禮教不好 然後貴族不好 因為有等級 等級就違反我們的平等價值觀 恐怕剛好相反 只有等級制 才能創造出這樣的一個高雅的精緻的文明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再把這個問題 多做一點開展 好 那麼另外呢 我們劉姥姥還有百分之百的一個性格上面的優點 那就是安分之足 這一點其實非常重要 這個不是鼓勵大家不要去奮鬥向上 不是這個意思的 而是說你在往上努力的過程中 往前衝刺的這一個過程中 你也同時該知道 你的每一個當下都是彌族珍貴 好 那麼這麼一來呢 你在衝刺的時候也不會走偏 不會誤入歧途 你會用正確的方式去努力 好 而這一點也可以讓我們每一個當下 都感覺到一種幸福 事實上那才是最珍貴的 好 你與其設想 未來十年你當大富翁的痛快 你不如現在就好好的享受 十塊錢銅板帶來的快樂 我覺得這種心態 還是我們應該要學習的 那怎麼樣安分之足呢 看我們的副標題 就是好好的接受自己的使命 每一個人的命是不一樣的 真的 你一定要知道這一點 所以不要羨慕嫁入豪門 不要羨慕人家飛黃騰達 那沒什麼好羨慕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使命就是不一樣 當你認識到這一點之後 你其實就能夠接受自我 然後你就可以讓你的人生 感覺到一種平衡 一種平和 你其實也才會得到幸福 所以人家一出生就是王楚 你有什麼好說 我後面會有一些話要講 所以我們先點到就好 對呀 人家一出生就是王楚 他的赤面 他的見識 他受到的教養 就跟我們不一樣 可是沒關係 你無論在任何處境 你都可以讓自己變成是一個很好的人 這不就是劉姥姥來體現的嗎 所以你看劉姥姥說的這番話 還是回到第六回 他對王狗兒說 咱們村莊人哪一個不是老老成成的 守多大的碗兒就吃多大的飯 就是不要像我們閩南語說的 吃碗內看碗外 這樣不但不好 最重要的是最大的損害其實是自己對不對 因為你就享受不到你正在吃的那一口的甜美 你犧牲了這一碗飯帶給你的飽足跟恩惠 然後一邊吃一邊只是覺得 原來我沒有更好的 那你就活在一種不知足的這種焦慮中對不對 那何苦來哉 適得其反 所以劉姥姥的這一種智慧 其實還有一點就是來自於接受自己的使命 我們是村莊人 那我們就好好的本分的 踏實的過我們的生活 那有好的機會我們當然要把握 然後我們用正道的方式去努力 所以他就指責自己的女婿 他終於忍不住指責她 他說你因為小的時候 拖著你那老家之福有沒有 他們的老家畢竟跟王家還能連中 表示那也不是一般的小人家 因為過去的這個遺留下來的家產吃喝灌了 所以揮霍灌了之後呢 由奢反解男 所以你現在就把持不住 把持不住又沒有能力去面對去解決 然後就只會在這裡跳腳 這算什麼男子和搭丈夫 他就在罵他的一個女婿 所以你看這裡就是真的這一個人 不只是上了年紀 上了年紀也不一定會有這樣的智慧 所以我想這還是跟她的人格特質有關 也值得我們觀摩 然後最有趣的是 第40回劉姥姥二進榮國府的時候 又有一次再現了劉姥姥的這個性格 你看當時賈母跟眾人說 劉姥姥這麼大的年紀了 還這麼健朗 比我大好幾歲呢 那我要是到這麼大的年紀 還不知道怎麼樣動不得呢 就到時候說不定都半身不睡 癱瘓了之類的 結果劉姥姥你看講得多好 她一方面是應酬全變 可是一方面也是出自真心 這是最高明的境界 她說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 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 本來就是啊 人家出生是王廚啊 我們出生就是 平凡小老百姓家 所以沒有好比的 你就接受你的使命 不要浩高霧遠 不要做白日夢 這個都是其實最大耽誤的都是自己 所以她說如果我們也這樣 也就如果我們也都想要像賈母這樣 那些莊稼活也沒人做啦 那誰能吃得了飯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人只要知道他的使命 他的貢獻 你就能夠好好的 很知足的快樂的過完這麼一生 所以人這個界線 就是說知足跟往前走的這個界線 永遠都是一個智慧的一個關卡 那要把那個界線設在哪裡 以致不會干擾我們內心的圓滿 可是又能夠讓人不要停留在原地 我覺得劉姥姥在這裡做了一個絕佳的示範 你看她又很有見識對不對 又知道把握機會去見一見世面 可是她同時又很知足 哎呀如果沒有讓我機會誕生在假家 像寶玉林黛玉那樣 沒關係啊 我就手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飯 可是如果老天給我機會 讓我去開眼界 那我就算一毛不惑 我都快快樂樂的感受到老天給我的一個恩賜 然後讓我好像又睜開了眼睛 所以真是有智慧的一個老人家 然後呢所以我引了一個戲宴給大家看 我非常喜歡的一段話 西方常常提到類似的這種真言 就說什麼叫做成功呢 成功啊是得到你所想要的 所以你成功了 但是成功不一定會幸福 幸福呢是喜愛你所擁有的 你已經擁有的就是最好的 你就不會覺得別人家的牡丹怎麼比較漂亮 我們家就只有玫瑰 可是玫瑰一樣漂亮啊 可嘆啊 劉姥姥家可能沒有玫瑰只有蒲公英 沒關係蒲公英也很美不是嗎 只要你懂得欣賞接近它觀察它 你會發現它的結構也是一花一天堂啊 也是造物主的奧妙對吧 所以劉姥姥就體現了這一個艷遇 她要的就是喜愛她已經擁有的 於是劉姥姥就無比幸福 即使快要餓死 這不是一個很奧妙的一個人物嗎 那麼樣生不可測 那麼樣的 對我們一般的人性來講 那簡直就是醍醐灌點 我們根本都比不上她 所以她的卓越不在於很會插科打混很會搞笑 那是很低的層次啦 而且也只是因為她內在如此的充實飽滿 才能夠向外展現的 這個是我們不能本末倒置的地方 好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要講快一點 所以另外一個重點 劉姥姥的性格特質就在於 她真的很堅毅勇敢 那就這一點來講 我們其實剛剛所講到的故事 已經都有所觸及 那麼比如說家裡面遇到困境 你不是焦慮而已 不是憤怒而已 而是靜下心來 你就去承擔眼前的困境 然後你才能想出辦法去解決 對不對 那這樣的一個心性也不是很常見喔 因為通常人一焦慮 心思就會混亂 然後呢其實很容易就把這個現況 這個搞得更加的這個鎂礦欲下 那這個也是我們該學習的一個特點 那麼尤其呢 我覺得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就是劉姥姥終於是不是走進了賈家的門 對不對 那經過周睿家的引介 她見到了王熙鳳 那結果王熙鳳真的很忙啊 留給她的空檔只有一瞬間 那於是呢 周睿家的就使眼色給劉姥姥 叫她說 有什麼說的就趕快趁現在 那劉姥姥啊 扭扭捏捏 魏羽先臉紅 還沒講話臉就紅了 大家應該知道她為什麼會臉紅 因為很羞愧啊 你開口跟人家要幫助 這我想任何一個正常的人 都會覺得非常可恥對不對 可是你不說不行啊 不然你這一趟白來了 你家人會餓死 所以你一定要勇敢的去克服你 先心中的這種恥辱 那臉都紅了 他說遇待不說 他實在很不想說 因為實在太丟臉了 可是不說的話又此為何來 於是呢 他就忍恥說道 忍恥 忍下心中的那個羞恥心 然後就開口說 哎呀 因為他們家現在出現了難關 如何如何 那所以還沒講完 王熙鳳就聽懂了 就說我明白了 那當然後面呢 還有其他的一個很微妙的一些小細節 我們下一次再說 那麼就在忍恥這兩個字旁邊 有支批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說 可是從這一段描述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人要能夠忍恥 那真的是一個大丈夫的堅毅 才能夠做到 各位可能不知道 忍恥這兩個字 其實是來自於 對項羽的一個批判 杜牧在有一首詩 提屋將挺你 就是提到 哎呀項羽為什麼會一敗塗地 就是因為他不能夠包修仁恥 就是仁恥 所以他說一個男子和大丈夫 不是只能夠當大英雄號令群眾 真正的大丈夫 也是要能夠在泥泥裡面 忍受恥辱的呀 所以杜牧說包修仁恥是男兒 真正能夠包修仁恥的 才是一個男子和大丈夫 而項羽就是做不到這一點 因為他不習慣失敗 一事於一失敗就一敗塗地 那如果你從曹野芹 用這個兩個字 所回應的這個傳統 那個是他們當時人的讀書人 真的是耳熟能詳的這個嘗試 所以我們就可以感受到 曹野芹根本現在就認為 劉姥姥是一位堅毅勇敢的大丈夫 比項羽更要來的出色 這個是我們可能也應該 要從劉姥姥的人物設計裡面 去感受到的 那除了這個第六回之外 那第四十二回又有一段 我們就做一個系統化的 一個前後的一個承接 那麼到了第四十二回的時候 就有提到 當時劉姥姥已經要回去了 那王熙鳳大概是那個過程中 對劉姥姥真是非常敢配 這個老人家真不簡單 要讓王熙鳳敢配的不多 所以他才會做一件事情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等一下各位會知道 他居然就問劉姥姥說 奇怪我們這位大姊兒 就是當時他的女兒叫喬姊兒 還沒有名字 所以都叫做大姊兒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王熙鳳就藉這個機會 終於遇到這麼一個有經歷的 有見識的老人家 於是他就請教他說 不知道為什麼他常常生病 那也不知道什麼緣故 姥姥就說這是有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富貴人家養的孩子 多太嬌嫩 自然經不起一點而委屈 所以一不小心就生病 一不小心就如何 所以他覺得你們少疼他些 少疼他些讓他去鍛鍊他自己的能力 你呵護太過 他就是溫室的花朵 一點風吹雨打就經不住 那這個當然對他不好 所以你看這是很有智慧的喔 所以你不應該寵蜜小孩喔 那所以王熙鳳就覺得很有道理 結果呢 下面就出現一件 我們剛剛說的很奇怪的事情 王熙鳳說對 這有道理 所以古人說貴命難養 你出生富貴人家 有時候反而難養大 就是因為太嬌嫩啊 所以王熙鳳越聽越服氣 他就說 哎呀我想起來 他還沒一個名字 那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吧 這不可思議耶 各位要知道 取名只是何等重大的家族儀式 通常是要家裡面最有權威 最有地位的長輩 祖父母啦父母親啊 是由他們來命名的 因為命名其實是一個很重大的 也具有象徵喔 背後牽涉到的文化意涵是很豐富的喔 不會給一個這麼一個 欸 地位或關係這麼疏遠的一個 一個鄉下老太婆的 所以 由此可見 王熙鳳對劉姥姥 心悅成福 他願意把他們家族長輩的權柄 送給劉姥姥 所以這個人物真是不得了的一個人 可以讓王熙鳳這麼佩服的喔 然後呢 當然他下面說的很客氣 他說一來借借你的壽 因為老人家嘛 你能夠這麼長命百歲 你命名的那個小女孩 將來也有機會 欸 可是各位都知道 賈母不是也是長壽的嗎 對不對 所以這些話都有很多的弦外之音 他說二則呢 你們是莊嫁人喔 不怕你腦到底貧苦些 那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呢 就只怕壓得住他 意思就是說他太富貴了 欸 這麼一來可能會遭忌 老天會記恨你命太好 所以就讓你命苦 讓你找腰獲得平衡 因為每個人的quota是有限的 你命太好 那你就是壽字上少一點對不對 那為了避免被老天注意到 你餘了那個quota那個奋計 所以呢就找個貧苦人來壓住一下 這背後就是有這樣的一套思維 那劉姥姥聽說就說好啊 那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生的 他開始在想怎麼樣取名 結果呢奉姥兒說 哎呀就是生的日子不好 是七月初七 那不曉得為什麼 七月初七是被視為不好 可能有點像那個五月五日端午節 你們知道先秦的時候 孟長軍吧 好像是五月五日生 就被認為是克服還是怎麼樣之類 那七月七日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背後可能有一些民俗的意涵在背後 可是呢就是因為他們覺得七月初七 是一個不好的日子 那所以呢他一直都沒有取名字 那麼這裡各位也想一想喔 很有趣 這個小女孩出生的日子不好 那於是耽誤了他取名的這個活動 可是這麼一來呢 是否隱含著一個道理 那就是他們很害怕 這個生日呢所預告的厄運 這個厄運太可怕 我們不知道怎麼樣面對他 怎麼樣克服他 怎麼樣抵消他 以便讓這個疼愛的小女孩 可以讓他的命轉為為安 可是該怎麼辦呢 七月七日這麼不好的生日 已經預告了背後很大的艱困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應對 於是呢就採取逃避的方式 喬姐兒到現在都沒有名字 原來背後有整個家族對他的疼愛 以及因為疼愛所導致的一種逃避心靈 不敢怎麼樣去面對 他背後所隱含的這個厄運 可是劉姥姥的想法就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喔 劉姥姥居然說這個正好 他居然說厄運反而正好 這個出生的日子不好其實是更好 怎麼說呢 你就叫他巧哥兒 為什麼叫巧呢 各位都知道七夕有一個風俗 是從唐朝就非常流行 所以那個唐玄宗楊貴妃他們的故事裡面 都有提到 就是七夕那一天要祭拜之女 同時就有祈巧 就是祈求那個女性祈求手藝要很巧 這些相關的活動 我們在這裡就不多做解釋了喔 所以祈巧跟七夕是完全聯合在一起的 所以劉姥姥的想法就是說 你與其逃避不如正視他迎戰他 然後呢面對面挑戰他 你是七夕生 那我就直接取跟七夕有關的巧這個字 我就跟你面對面對抗 我不怕你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形態 他說這叫做易毒攻毒 易火攻火 你很毒我不怕你 我就拿毒來跟你相克 那說不定我就戰勝了 所以劉姥姥的想法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人真的非常勇敢 面對厄運 你就是面對他呀 你如果一直逃一直逃 那你永遠就是讓對方獲勝而已呀 所以劉姥姥這個人真不容易 你看他思考方式就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他說姑奶奶 你一定要依我取這個名字 他一定會長命百歲 那日後大了個人成家立業 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情 那一定會遇難成祥逢兇兇化吉 都是從這個巧字上來 對 你欺欺生所以你一定命不好 你會遇難 你會逢兇 但是你取這個巧字就可以平衡他 你就可以成祥而化吉 這樣大家聽得懂這個意思了吧 所以這個人真的很有意思 厄運沒有辦法取消 不能取消你就要想辦法跟他對抗 然後去轉化他 那你就是用一種正面面對的方式 那鳳姐一聽就很高興很道謝 還說那只保佑他 應了你的話就好 果然曹雪芹就是這樣安排的 來 知厭哉的批語又來了 他說啊 應了這個話顧好 批書人也能不欣賞 因為他們都知道後面發生什麼悲劇 等到以後賈家敗滅 那麼王熙鳳他們都被關在玉廟 玉神廟 那是賈家落的片白茫茫那地之前 很可怕的一個牢獄生涯 他說在那裡會再度相逢 那我們從這個支批可以大約知道 賈家被抄以後呢 王熙鳳應該因為他是當家者 所以他一定會被審訊 那劉姥姥就是雪中送炭的 了不起的人物 所以在玉廟相逢 那在那裡呢我們就知道 玉難 成祥 逢兄 化吉士 浮現於千里之外 就在這裡就埋下了浮現 將來喬姬兒會遇難 會逢兄 但是他會有轉機 那知厭在說 之後的文字不忍足讀 那是非常悲傷 非常悲傷的故事 其實我不大忍心說 不過還是要說 喬姬兒到底會遇到什麼災難 經過推敲 不是我們現在後四十回所寫的那樣 後四十回很明顯是偏離了前八十回所留下來的線索 首先第一回 曾世穎不是聽了那個一生一道的豪了歌有沒有 應該是道士啦 聽了道士的豪了歌 豁然開朗 領悟其中無常的本質 所以就把他的豪了歌加了註解 那其中就有提到 一開始當然是感慨人世盛衰無常 所以漏是空堂 當年户滿床 可是衰草斜陽 過去成為歌無常 你現在看到的是豬四兒結滿雕糧 可是再過一陣子由波而復 綠莎竟又糊在棚窗上 人生本來就是這樣 起起伏伏 你不可能永遠在巔峰 人生也是 所以說什麼之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病又成雙 所以青春是一本太衝促的書 你們要好好珍惜 那不過是幾年而已 而且青春注定無知 我們感謝有青春 也珍惜青春 但是無需眷戀 那就在這樣的一個人生 宇宙的常規裡 起伏盛衰 那賈家的人物到底具體 各自遇到怎麼樣的未來呢 其中有一句 我們標了紅字 應該就是喬姊兒的下場 澤高粱 誰成望流落在煙花下 也就是說 當初你是那麼嬌嫩的千金小姐 父母當然是選擇高粱子弟作為婚配 門當戶對 為了你的未來幸福 可是誰能想到呢 原來這個榮華富貴 不過是短暫而已 終究會落空 最後是流落在煙花下 所以我覺得我們讀紅樓膜的人 如果一直就是只關心林黛玉的眼淚 那實在是太可惜了 第一個 比林黛玉命苦的人多的是 你不能因為只看到他在哭睡 你就覺得他最可憐 那完全是感覺作祟 比林黛玉可憐的多得很 而且痛更神 喬結是一個廚祭 那是非常悲慘 非常悲慘 好 那所以呢 這真的是遇難成 這個 這個 無可想像的 我覺得那是一個 比死更悲慘的一個遭遇 那幸虧幸虧幸虧 有一個巧字拯救了他 那我們再看 第五回太序幻境的圖稱 我們可以發現 那劉姥姥 劉姥姥應該就是在一個 很巧合的情況之下 救了喬結 那於是呢 她的下場是 在一個荒村野店 也就是王狗兒家 然後有一個美人在那裡仿雞 只能夠自食其力 她不能夠再像那樣子的千金小姐 一樣放來張口 那叛詞說 偶因寄留事 巧得欲恩人 因為她的祖母母親 她的家人 曾經因為偶然的緣故 幫助了劉姥姥 於是留下了善陰 最後結出了善果 那天道好還 這份善念 最後呢 就歸結到喬結兒身上 所以 天道好還 真的是善友善報 那但是報在哪裡 不知道 可是報在王熙鳳心愛的女兒身上 不也是使得她死後可以瞑目嗎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曹雪芹是在告訴你 人跟人之間可以多麼的美好 即便有階級的差距 而不是講什麼階級壓迫 什麼階級剝削 然後貴族滅亡 必定滅亡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好於是這個喬字 就在這裡發揮作用 那麼到底是怎麼個喬法呢 我們只能夠揣測了 應該就是說 喬結兒可能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之下 需要去門外倒水或怎麼樣 那剛好劉姥姥經過 那一眼認出來 然後當然就想盡各種辦法 把她救出火坑 我想這個過程 應該也是不忍足毒吧 那我們也就不要太去追究 那只是說救出喬結之後 接下來該怎麼辦 各位想想看 喬結兒的這一個狀態 不可能有良家子弟會要願意娶她 我想這是人之常情 何況這個喬結兒背後 還有一個犯罪被超沒的家族的十字架 也沒有人要跟你們家聯姻的 因為沒有人享受連累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主客觀的雙重不利之下 那麼劉姥姥這個喬結兒到底 該怎麼樣給她一個可長可久的安頓呢 我想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難題 劉姥姥的智慧 當然會想到一個最好的方式 我認為也是曹月琴 在前八十回裡面預告所告訴我們的 那麼與其讓喬結兒繼續留落在外 不如就把她留在劉家 劉姥姥也會過世 那麼喬結兒該怎麼辦 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讓喬結兒嫁給磅兒 那個磅兒是跟著劉姥姥來到大觀園 跟著劉姥姥打混的他們年紀相當 那是不是我們的一個揣測呢 也不是 那是第四十回到四十一都有預告的 所以當把這個喬結兒嫁給磅兒之後 是不是名正言順就留在他們家 可以所謂的得到歸宿嘛 對不對 那只是說為什麼劉姥姥願意這麼做 各位要知道我們剛剛提到過 一般人家是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喬結兒的 所以劉姥姥其實還是要仁恥 真的仁恥這個詞 我們剛剛提過在第六回出現 其實那裡有一段支批 支批就說仁恥這兩個字 其實就是預告了後面招大姐之事 招大姐就是呢 納聘喬結兒的意思 所以這支裡面要有一點心理障礙 要需要克服 但是劉姥姥願意為什麼 因為她慈悲感恩 謝謝賈家對他們這麼好 給他們家起死回生的轉機 這是天大的恩情 她並不覺得人家應該要這樣幫助她 所以受人點滴都要全庸以報 何況人家給你的是恩大如山 所以在第39回你注意一下 為什麼劉姥姥第二次來到榮國府 就是因為她要來報恩 可是我們家什麼都沒有啊 你們家家什麼都有 那你們缺什麼呢 你們缺的就是田地裡結出來的新鮮瓜果 對不對 於是我們田地裡種的那些什麼 這個菜肴啊 蘑瓜啊 枣子啊 野菜啊 劉姥姥居然呢就 那麼重的就這樣扛過來送到假家 然後就說啊 這是我們頭一起摘下來的最新鮮 最營養最好的 那還沒敢賣 所以呢 劉的肩兒就是最好品質的 孝敬給你們 那你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 那現在吃個野葉呢 也算是我們的窮心 各位注意到窮心兩個字 我們的心是那麼的感恩飽滿 但是呢我們很窮 給不起實質的東西 可是不妨礙 我們用百分之百的心來回報 這個是窮心這兩個字的意思 所以呢 他就是用千里送鵝毛 理清情義重的這個方式 把那個其實沒多大值錢的 但是呢飽滿他們的這個感恩之心的 這些田地的瓜果 就這樣千里迢迢送到假家 其實他送完以後 看著外面的天色 覺得快要天黑了 因為他們有宵禁 所以他說他要準備回家 他其實沒有留戀假家的富貴 只是因為呢 剛好因緣際會 被賈母聽說有這麼一個老人家想見見 所以才一連串就開展出 我們這麼精采的一段劉姥姥逛大觀園 所以這裡面都有很多的巧合在裡面 不過呢更重要的是 你如果沒有這個感恩的心 這麼努力的 連一丁點都想要回報的話 你也根本不可能創造出這樣的巧合 對不對 所以這是劉姥姥 我認為也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真的要好好感謝人家幫助我們 而且我總覺得這裡面有一種意味耶 就是他們都會有一種心態就是 謝謝你對我好 所以我也對你好 那我用我的能力 我盡量來回報 這是他們之間 連那個第一回神音逝者跟 醬豬仙草的神話 基本上也是建立在這樣的關係上 那個跟愛情一點關係都沒有 裡面一個愛字都沒有 所以我想我們對於紅龍夢的創作主旨 非常有可能要重新評估 然後呢果然就在這個機會裡 就創造了喬姬兒未來的善緣 我們說他會嫁給榜兒 這邊就有預告 就是你看第40回 當時呢榜兒就跟著劉姥姥到處逛 那這時候逛到了那個探村的秋爽斋 那因為他很熟啦就比較大膽了 就覺得那邊盤子裡面有那個焦黃玲瓏大佛首 佛首是一種水分不多的水果 造型很美蛾黃色的 那榜兒就想要吃 那探村就撿了一個跟他說 吃吧玩吧吃不得的 因為它是很乾燥所以你可以玩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想要講兩分鐘的閒話 第一為什麼在探村坊中會放佛首 這個其實也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不能說太多 我只簡單提醒一下 可以彰顯富貴人家的百事何其之多 為什麼他在這裡要用佛首 這裡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含義 甚至我們可以藉此而對應到慈禧太后 然後慈禧太后事實上也彰顯出同樣脫俗的品味 這個說來話長 簡單說這種人家很脫俗很優雅 所以他們不喜歡熏香 他們覺得熏那些香很庸俗啦 所以他們寧可用這些水果的芳香 那慈禧太后也是 這個是慈禧太后非常有意思的一點 我們對古人真的有很多的誤會 那可是即便如此 為什麼這裡要放佛首 不放木瓜 慈禧太后喜歡放的那個香果子 就包含佛首還有木瓜 還有香圓 就是香水檸檬的一種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紅樓夢裡面 木瓜是出現在秦可卿的房裡 那當然有用意因為他被色情化了 那重點就在於 那這樣的特殊安排 當然都有這個小說家的巧思 用木瓜是因為他跟色情的聯想很接近 所以我讓你們這個貴族詩家的脫俗品味 都呈現出來 可是又能夠因人而異 各自去展現出他們特殊的象徵 所以分配給秦可卿的是木瓜 可是給探村的就是佛首 可是為什麼要佛首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追問 所以各位看看望文可以生意 佛首是不是一個是佛字 一個是首字對不對 佛呢代表智慧跟慈悲 而首呢代表牽引 所以這裡面可能就隱含著 將來會有人會伸出一雙慈悲的雙手 然後把受難的人給接引出來脫離苦海 那麼是誰呢 你想想看現在是不是磅兒拿著對不對 然後他就手上拿著這一個佛首 然後過了到了 大家其實都讀過了就忘掉了 我們都是 所以要做研究 等到第41回的時候 已經又是發生好多有趣的故事了 然後呼見奶子 奶子就是奶娘 抱了大姐來 到時候還沒有名字 大家哄他玩了一會兒 那大姐因為抱著一個大柚子在玩的 忽然看到磅兒抱著一個佛首便也要佛首 小孩子不都這樣嗎 人家都是比較好 於是呢丫鬟就去哄啊 問題是哄要一段時間 那小孩子性急喔 等不得就哭了 那千金小姐哭了不得了 所以眾人趕快就把柚子給了磅兒 那把磅兒的佛首哄過來換給了喬姐兒 這樣才平息 那問題就是磅兒因為玩了半日的佛首 那我每次都開玩笑他從第40回玩到第41回 也玩膩了玩夠了 所以呢被換走他也就覺得無所謂 然後呢得到一個新的玩具 就是柚子也覺得很好玩 然後就把它當球踢 所以這裡面講小孩子的這個有趣是非常生動的 可是當然他並不是為了要講小孩子的有趣 這裡面當然有小說家的匠心獨運跟特殊安排 所以請看 這個佛首 關鍵還是回到前面 關鍵就在於本來在磅兒的手裡 現在是不是轉到了喬姐兒的手裡 對不對 那這中間就無形中建立了一種特殊的關係 那麼我經過一個研究以後發現 紅樓夢很善於用這種小物小東西 去做那個男女婚姻的預告 紅樓夢裡面至少有八個地方 是用這樣的模式去操作的 那比較有名的我想 大家可能應該都知道金玉良音嘛 對不對 就是寶采的那個金索跟寶玉的通靈玉 那那一組比較特別 那一組是因為有和尚直接宣告的神譽 所以大家都知道 可是既然是神譽表示 它就是將來會落實的 無論是中間有什麼樣的這個落差 或者是各種因素 反正最後一定會落實 那這裡我講一分鐘顯化喔 其實啊大家都誤會了 紅樓夢裡面 賈家的敘事現場 上上下下所有的人 所認定的寶二奶奶的人選 都不是薛寶采 都是林黛玉 這個有很多的證據 所以金玉良音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它只是一個神譽 有一點像陰影一樣 提前曝光 所以呢對當事人 帶來一點心理壓力 可是事實上呢 真正在執行的那個寶玉的因緣 一直都是牧食因緣 是跟林黛玉 所以曹玉琳不是那麼無聊的二流小說家 一定要弄個什麼才子佳人模式 有情人一定就會中間有小人撥弄 然後如何如何 他不是這麼無聊的 他只要告訴你 人生有多麼複雜多麼無奈 原來有情人 而且大家都樂觀其成 可是偏偏就是天不從人願 其實他是在講這種人性的遺憾 人生的無奈 那這個是我們讀紅樓夢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不要把偉大的經典貶地為二流的 通俗才子佳人小說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注意到的 那所以呢 這一種用小東西來 影射他們未來的婚姻關係的案例 已經形成一個普遍的這個創作手法 那所以呢 以這個來衡量的話呢 加上我們現在這一段情節的描述 以及其他很多的這個跡象 共同整合起來 我們應該可以非常合理的這個斷言 將來喬姊兒就是嫁給榜兒 而這個佛手就是居中牽線 小說家費心所給予的暗示 那麼佛手這兩個字可圈可點 讓我們看到所謂的遇難成祥 逢凶化吉背後 真的是要有非常善良的心念 才能造就 所以賈家那麼大方的幫助了劉姥姥 不求回饋 而劉姥姥也點滴在心 也願意仁恥回報給賈家 安頓他們最後的一位精彩 讓他們死後的家長不要憂心 死不瞑目 我想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美好的心意 所以也因此呢 有這麼多的優點的劉姥姥 她才能夠擔當的起一個 所謂的大母神的這個角色 也因此曹遠行讓她開端結局 皆用此人對不對 這我們在回顧一開始所說的 劉姥姥在結構上面的 這麼樣舉足輕重的安排 所以曹遠行用心良苦 她讓這個小人物在第一時間登場 就是因為她有能力來承擔 揭開序幕的這一個重量 那就好像整部《紅樓夢》的小說 是不是就是在女娲補天的時候開場嘛 對不對 你們翻開《紅樓夢》第一句話 第一行就是在講女娲補天嘛 那女娲就是大母神 她是來拯救世界的 來安頓群眾的 可是這是神話裡面的一個象徵 那麼落實到人間以後呢 《紅樓夢》這麼樣龐雜的敘事裡 又有誰能夠呼應女娲補天的 這樣一個大母神的能量呢 那這個是一個可以形成 整部《紅樓夢》的敘事結構的一個 整體的母神系統 那劉姥姥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她不但在正式小說敘事開場的時候登場 她也是在小說最後結束的時候 來進行謝幕的一位 那這就是人間的女娲 那麼讓她開場也讓她收尾 所以聖者老欲來收持殘取敗局 那麼喬姊就是其中一個不幸中的大幸 也是要由這位母神來賦予她未來 這個重新開展人生的機會 在鄉間親自訪擊當然很苦 日子辛苦但是乾乾淨淨 而且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這個是很多很多不幸的人 他們求之不得的羨慕所在 所以我想喬姊兒她的災難 會因為劉姥姥的善心而告一個段落 那她不可能再回到金華燕云的 這個富貴往事 但是她至少可以平安度過一生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讀這個故事的時候 應該要體會到其中的複雜 其中的優微以及其中的溫馨 我想這事我要跟大家分享 因此我們來看一下最後 那麼劉姥姥她作為一個大母神的分化 當然她的類型會跟甲母不一樣 會跟原妃不一樣 這兩位人物我也把他們當作 是有一個母神的體系中的一員 但是每一個人因為她的際遇 她的成長背景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形象也各自有別 那劉姥姥呢我們可以說她是一個大地之母 她確確實實就是來自大地 所以有土地的堅韌 土地的溫暖 以及土地的生機只要給她機會 所以她也願意把這樣的力量貢獻出來 帶給別人新生的希望 那所以我說她是一個女娲補天的變形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整部小說的結構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開端 結局 皆用此人 她中間還有什麼樣的其他的奧妙 請看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那時候沒有大官員 那當她一進的時候是一個非常卑微的 要仁恥求生的求救者 那我們因此很容易忽略她 也很容易產生為什麼讓這樣的人 來揭開序幕的疑問 但是如果我們看完全書 掌握到整體的結構 以及小作家的匠心讀韻 我們就會發現 她的二進榮國府 當時也有大官員了 那麼由三十九到四十二回 大概三回多的這麼重大的篇幅 完全由劉姥姥來展演 那這當然也讓我們感受到 她作為一個道謝者 是怎麼樣的渾身解數 請注意 劉姥姥在二進的時候 真的是為了道謝 連她那些插科打混的那些搞笑啊 半小丑啊 其實都是為了道謝 真的 她不是只是一味的耍寶而已 她是因為知道對方喜歡這個 然後這會讓他們開心 那這也是她所擁有的是她的專長 所以她也就盡力加以表演 這是劉姥姥的智慧 那這個道謝呢 可以說最說明 這個人物性格中的另外美好的那一面 那總之 我們甚至還可以說 劉姥姥的二進 她事實上也擔任了一個角色 那那是曹雪芹基於她作為一個小說家 所同時賦予的 而不是劉姥姥本身的這個角色的功能 那就是曹雪芹要藉這個機會 讓我們深入到賈府的內部 那去透視這些人物呢 生活的實況 你想想看 侯門深四海 歸房那更是嚴密 我們在劉姥姥逛大觀園之前 是沒有機會看到他們的生活內部的一個實況的 比如說秋爽災是怎麼樣的格局 為什麼全部打通 還放了一座很龐大的拔布床 拔布床是一個體積很大的喔 是一個微縮板具體而為的房間喔 那怎麼擺得下 所以打通 那林黛玉的肖香館是這個樣子 橫吾院又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樣子有沒有 那賈寶玉的五間 他的五開間又像一個迷宮 那又為什麼沒有一個地方有像迷宮一樣的設計 也沒有一個地方像怡紅院那樣子 有一座那麼大的穿衣鏡 你簡直就是如真似幻 你在裡面好像看到自己 完整的自己 為什麼這裡面所設計的真假辯證 好誤道的這個主題 都是用心良苦 那林黛玉沒有 薛寶釵的橫吾院也沒有 所以你們也可以注意 這兩個女孩子也終身沒有誤道 他們沒有出家 唯一出家的 真正出家的都是男性 這裡面還有很多的性別問題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所以劉姥姥的二鏡呢 一方面就是以角色本身而言 他扮演一個道謝者的這個表現 那同時呢小說家也賦予他 帶領我們讀者去參觀 大觀園內部的這個機會 可是呢很可惜 後40回已經失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陳委員高二的敘書 陳高敘書啊功過難定 他其實很有貢獻 但是確實也有很多地方 是很不符合前80回的這個線索的 包含喬解兒的歸結方式 我們現在後世之為是把它編成說 劉姥姥在賈家敗落的這個驚心動魄過程中 那就把劉姥姥呢私藏在他們家裡面 好等到度過危機之後呢完畢歸照 然後完畢歸照之後呢 因為賈家又家道付出 於是又可以門當戶對的去論親 然後這時候劉姥姥呢就提供一個建議 她就去說沒了 說哎呀我們這個鄉下也有一個大地主 雖然跟賈家的榮華富貴不能比 不過在他們鄉下也數一數二 如果呢喬解兒能夠嫁給這個大地主的兒子 也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姻緣大概是這樣 那當時呢賈政就同意了 好於是呢喬解兒就嫁到鄉間做鄉鎮的夫人大概是這樣 但是這個安排明顯不符合前80回 好所以我們藉這個機會也說明一下 那善讀前80回也許可以更幫助我們 去做對後40回功過判斷的一個準則 那可是無論如何我想 現在的後40回呢它畢竟 它畢竟在很多細節地方已經違反曹血型的原意 不過它畢竟在結構上 是符合曹血型的設計的 也就是呢讓劉姥姥最終成為一個救世者 那後40回是把劉姥姥的舊喬解兒 集中在113回跟119回 好像單單113回就出現了兩次 所以就是在危難中搶救這位孤女了 那第119回完畢歸照 給她一個鄉下夫人的一個歸宿 大概是這樣 那從結構上來說這沒有問題 劉姥姥畢竟確實呢 一跃而由大地上升到女娲的地步 於是呢從求救者變成一個救世者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結構上 看到那個劉姥姥身份 以及她的形象的變化 那麼我們終於可以明白一件事 其實《紅龍夢》不只是一部青春敘事 它講的不是那些青少年青少女的 愛情故事或成長的這些經歷而已 其實支撐著這個青春敘事的背後 還有更大更基本的一個背景或者是力量 那就是由母神所給予他們的庇護 那麼由原非解開大官員的封禁 是不是才能讓保育他們住進去 沒有原非 你根本沒有大官員生活可言的 那沒有劉姥姥 家家不會從來這麼 從來不會有這麼開心的經驗 然後呢喬姬兒不可能有這個 遇難成祥的機會 所以其實青春真的很美 但是其實青春很脆弱 而且青春的同時也註定無知 這是我回顧我的青春的時候 一種很痛切的感受 所以人生必須要不斷的成長 劉姥姥給我們很大的示範 他到七八十歲是不是還在看還在想 還在觀察 還在覺得見世面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真心覺得 把《紅樓夢》只當作一部愛情小說 當作青春的歌頌是賣毒還豬 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願意藉由這個劉姥姥 來開創一個不一樣的《紅樓夢》的閱讀事業 而這一點不但讓我們更接近《紅樓夢》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位奧地利 開創了意義治療派的心理學家 也就是維克多法蘭克所說的一段名言 我個人覺得的名言 他那一部書是在他歷經了納粹集中營之後 九死一生 然後又運用他的心理學專業以後 所寫成的一本書 台灣翻譯得非常好 叫做活出意義來 裡面有太多非常深刻的動見 那其中這一段剛好可以符合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把劉姥姥放在《紅樓夢》的大母神系統裡面 我認為他實至名歸 因為他就像法蘭克所告訴我們的 一個人如果能接受命運 以及他所附加的一切痛苦 並且肩負起自己的十字架 則即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中 照樣有充分的機會去加深他生命的意義 你就算是快餓死的鄉下老太婆也一樣 你只要做到這一點 然後一直讓你的生命保有堅韌尊 尊貴與無私的特質 我覺得劉姥姥的存在 就是曹月芹刻意呈現地 體現出這個道理的一個人物 我認為這樣子去看劉姥姥 才不會買毒還住 失去最珍貴的這個人物的內涵 那因為我們時間也已經到了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